台湾史旺春峰 我常常以前聽人家講 我們在那邊中國來的祖先有點緊張 說這樣一罐海頭就要換一塊土地 一匹部就要騙半塊土地 半片半塊去拿到土地 這樣講比較過分嗎? 不算過分 其實這個小峰講的還很客氣 其實那個漢人剛來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甚至用武力的方式 因為你來的時候 雖然是偷渡 但是人數也越來越多 後來就人多勢眾 然後漢人來的時候也很丟臉 他有時候是帶的農具 鐵器也比較多 甚至有時候帶火槍也是有的 所以有時候就用武力的方式 把那個平平的土地 也可以同樣唱來 其實這個我們也要面對歷史 有這樣的情緒 其實你現在用語 我倒覺得可以提出來檢討 我們在談到說 漢語族人從大陸來 跟原住民發生的關係 我們說 我們 我們是誰啊? 我說 我們以前的 通通 我們就變成說 我是這邊來的後代 但是我們以前不是講過嗎? 我說我們 身為今天的很多台灣人 是從大陸來的移民 跟在地的平土族人 混血時候的後代 所以我們的祖先有兩個系統 一個系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南一帶的 另外一個是在地的原住民 也是我們的祖先 所以你今天去做 黑大陸子人 我是覺得我們 我們就要站著比較公平 比較公平 站著比較客觀的立場 說 我的兩邊祖先 我從大陸來的這邊祖先 對我的宅地祖先 實在有比較佩分 我們做陸子人 我們就可以偏對一邊 對 我們兩邊祖先 所以他說 嗯? 我們要說一個道理就對了 說一個道理 他說這樣 他說這樣比較對 所以我剛才說的 可能是我們早期的祖先 習慣男士的這邊 對對對 要有點檢討 這個當然是比較 比較是太過有點暴力性 當然就是說 漢冷很緊張 因為 因為 在福建廣東市地區 因為它本來就有這種 其實很多都有偷襲性 所以你來到台灣 其實當然你很想要 趕快拿到一些土地 好好建立家園 所以 在那邊說 用那些比較直接了當 用很野蠻的方式 像牽手牽一樣 其實也有 有時候也是用怪風騙 比如說 我就舉一個例子 其實清朝的時候 基本上對台灣的貧富族 我們剛才說的 都消極統治 不過清朝 他有一個觀念 就是 作為一個皇帝 好像是說 他對於帝國那些人 都好像要 魯寶赤子 譬如說 像小孩在小孩 在家裡說 所以 台灣本來有所謂 所謂的 所謂 所以清朝 其實是把這些地 他也認為說 這個地是他們的 所以 漢人你來了以後 你要去開墾 照嚴格講 也不是說 水水便便 而是要去申請 申請 所以就會有 所謂 申請開墾的那種 執照 那種執照 那種執照 是最早期 所以 我們上面說 白寶就有了 有了 漢人就叫 台書寫 還叫漢文 那種白寶 我們那個 雜母祖先 驚訝 就相信港文 那你知道 那個裡面 大概有幾個要件 譬如說 我要把你這個白寶 做的 什麼人要把他做地 一定會說 這個土地是 東到哪裡 西到哪裡 北到哪裡 地界寫到哪裡 然後多少錢買 多少是租 但是我 我跟 這個觀眾講 其實那種地理的形式 地界 沒那麼清楚 那有時候 那些 那些人家 那些水 搞不好水過的範圍 才會是這樣 所以 可以上下舉手 對上下舉手 這地就拿走了 這種就是 其實那些人騙 騙 因為 平埔族人 他對土地的 所有權 關聯比較沒那麼強 所以說 漢人一定希望說 這個地是我的 那我也來跟錯 那白寶 他本來是打獵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獵物比較少 他就刷尾 所以蝦會刷尾 如果他種那個小米有沒有 他就沒有 不要用那個背條 那幾年後 這個素材 如果是那個修成敗 他就刷造 因為大家都可以去 建造打他 他就不太客氣 說這個是不是一定活了 可是漢人不一樣 他一定說 這個地是我的 我來跟錯 靠我安全感 所以就想盡辦法 用外的什麼方法 也有 這是很便宜 所以那個客人 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 那有得 手印重的也不好 對啊 這是比較尷尬的方法 那也是有時候 會說 比較公平 其實 譬如說 因為我們以前來 都漏漢 都會跟 那邊部的結婚 因為我們台灣 以前的土地 有時候是可以 是屬於那個社裡面的 有時候你去譬如說 你帶一個便宜的牽手 有時候你當然會賺你的機會 我看那時候 可能不是讓人 什麼聘金 不然是去 跟帶一個便宜的牽手 人不懂 又會討一段的家庭 因為平埔人對土地 就不是那麼強調 那種 好像戰友的那種慣例 那種 那他說 好啦 不然就 一些給你拿去做 透過婚姻 其實他也拿到土地 然後 我還看過一種例子 很要求 漢人 有時候會跟 那邊部的結婚 有 他怎麼會 跟他爛三米 跟彈那個人 那邊部的土地 對 西街西 反正 骯髒 那我們要曉得 漢人 叫人翻 其實我們那邊部的周圈 是很愛乾淨 愛乾淨 你如果給我 丟了垃圾 什麼髒東西 他就乾脆不要 因為這個地方可以刷尾 先走 我要跟觀眾講我們這個字很有意思 我們台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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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骯髒污灰的地 他就說馬鈴 馬鈴 馬鈴 他說我們台灣現在有這種馬鈴的威嚇 譬如說雞人 我覺得馬鈴坑 就是這樣 我們台北的那個觀眾 如果帶我的木材那裡 有時候馬鈴坦 那本來是馬鈴 那意思呢 所以 薄力也有一個大馬鈴 我還記得 老闆也不去那裡 我有一堂老師 對 這就是 港大什麼人彈 我們來看這也是馬鈴坡 那是怎樣 那是怎樣 有的有時候 有時候 我還記得 其實小鳳有很多 不過我一個人說 開除了 我們很愛說 講 要唱麥克風 因為我 心裡不平衡 我唱就跟我說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個 達佈組織 我們這個達佈組織 心裡有點不平衡 所以我還記得 如果我們說過 無殺去自然 這個故事大家可以